歡迎收看WC Watton's Classics Watton AKA MyHwasson 今天要介紹的牌子是1017 Elixir Sam 相信有在關注潮流或時裝的朋友們 或多或少都聽過或看過這個牌子 或者雖然你沒有聽過 但你曾經在街拍中看過這個腰帶 或是更準確的說 看過這個扣環 像Azab Rocky Kendall Jenner Bella Hadid Lucas Sabat 還有些時髦人士等等都曾經穿過 而這個設計就是來自於1017 Elixir Sam的 你可能會想要求這名字怎麼這麼長 但其實這個牌子最一開始就是叫做Elixir 是後來才改成剛剛那一串的 那為了方便接下來就同意用Elixir來做介紹 Elixir是由Matthew Williams在2015年創立的 這位芝加哥出身加州長大的設計師 他的經歷非常豐富 他從滑滑板的滑手 到DJ 到Lady Gaga的創意總監 也曾經是看英文的Donda團隊的一員 也和Virtual Apple和Heron Preston等人創立了Bean Chill 而在經歷了這麼多歷練之後 他決定開始完成他的夢想 也就是成立自己的品牌做自己一直想做的服裝 所以他就以女兒的名字成立了Elixir的牌子 不過在2018年5月的時候 品牌正式將名稱改為了1017Elixir 9SM 1017代表是Matthew Williams的生日 9SM之品牌在紐約創立的工作室的地址 9St.Mark's Place的縮寫 Elixir在創立之初其實是以女裝起家的 一直到2017年才推出第一個男裝系列 品牌整體的風格比較偏高端街頭 帶有一點龐克 煉物P和SM 以及一點軍事機能風的感覺 那Elixir最經典的單品 就是我們一開始提到的 Rollercoaster Build 運銷飛車腰帶 這個腰帶的靈感是來自於 Matthew Williams帶著他的女兒 到遊樂園玩運銷飛車的時候得到的 當時的他正坐在運銷飛車上等待機器啟動 看著他的腰帶心裡想 我靠得太帥了吧 所以就連現在公司也談得合作 最後我們熟悉的運銷飛車腰帶就誕生了 而這個扣環的設計也被應用在其他配件上 像帽子 小包 後背包 項鍊 手環 鑰匙圈 甚至是SM的馬具等等 更屌的是 他還和Kim Jones合作 把這樣的設計帶到Dior 2019年的男裝系列 除了雲霄飛車腰帶以外 而Elixir還有另外一個很有名的單品 那就是CHES3戰術飛行 這個戰術飛行之所以會這麼紅 除了他本身的設計以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那是Kineworth曾經穿過 你們也知道只要是Kineworth穿過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紅的保證 不過呢 今天Elix會這麼受歡迎 並不只因為你能加持 更重要的是 Matthew Lambs對產品的要求非常高 他曾經在訪談中說過 他說這個世界上的服裝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如果他真的要做服裝的話 他就要做出好到值得存在在這個世界上的服裝 他也說過 他希望可以做出那種被人們喜愛 可以永存不被丟棄 甚至是傳到下一代的服裝 當然他不是隨便說說打打嘴炮而已 甚至把工作室連自己的家庭 都搬到了Elix的生產地 義大利Ferrara 就要能更直接跟工廠還有供應商做溝通 以確保他們能做出他想要的感覺 也正是因為這樣的態度和堅持 才讓Elix在短短幾年內 就成為最受歡迎的品牌之一 那最後我要說一下 你們一定覺得這個牌子應該念Elix對吧 沒錯我也這樣覺得 竟然直覺把那個Y當成E唸了 那後來才發現應該唸做Elix 至於為什麼是這樣唸 我也不知道 反正Matthew Williams都這樣唸 跟著唸就對了 免得人家像我們不懂 所以我是真的不懂啊 那最後的最後我要特別強調 我介紹這些牌子的目的 並不是希望大家盲目的追隨潮流 而是希望大家可以透過我的影片 多認識一些品牌 也多得到一些穿搭的能感 並從中尋找適合自己風格 或跟自己裡面相符的牌子 也祝福大家 可以在穿搭這條路上 走出屬於自己獨一我兒的風格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人的想法歡迎在底下留言 喜歡的話就幫我按讚加訂閱 我是瓦承 我們下次見了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